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要祝他改邪归正才行 月海 月海附近住着许多渔民 大家都过着安定的生活 不休前去闯入这只金毫再次兴风作浪 无传只要热上它都会被撞到粉碎 菩萨尽似情景 化身为一个渔民 住到海边的一个空屋中 看见九神住在海边 临近的渔民都一顿纷纷 听说有人去捉海边了 这个人真是不怕死啊 我们还是去劝劝他吧 金毫已经咬死那么多人了 这时菩萨正在用天蚕丝编制绳索 终身一线疑惑不解 师父 你在编啥呀 抓金毫的网 为了抓金毫已经死了很多人 你用这个小东西行吗 菩萨微微一笑 用杨柳枝削成了几个稻刺钩 接着又捏了一个疑人 众人还在疑惑时 突然听到了汹涌的海盪声 金毫来了 金毫来了 快跑快跑快跑 你们快到石头后面去 菩萨一手拿着敌人 一手拉起残屎绳索 向前走去 金毫竟有人上前 把嘴一张 一道墙有地的水柱朝菩萨喷来 菩萨并没有独闪 任那水柱击倒 真是奇怪 是啊 他居然没被击倒 金毫像是受到了调刺 命后一声突然过来 你错不得无礼 菩萨说着 同时把手中的泥人向金毫丢去 金毫以为是人 张口就吞下了肚子 菩萨一扯手中的蚕丝绳索 金毫 痛得在地上风滚狂叫 你这念处 在人间残害生灵 念我佛慈悲 今度化你到南海旧行 可愿意 金毫 怕在沙滩上不再挣扎 菩萨收服了金毫 立刻显出了庄严 傲香 啊 原来是观世音菩萨 原来是观世音菩萨啊 金毫已经收服 你们以后可以安心过日子了 多谢观世音菩萨 多谢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收服了金毫 金毫化作风声 一路向南而去 这次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被称为 齐龙观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